咱们这儿 人争 物争 全无 他这是 要断咱们的后路啊 桑杰在上经述职之前 有心之人就把真正的证物 全都拿走了 怪不得 你把这夜顿月都放在这儿 那宗映林还派人来偷 那说明 他是真的不知道 是否有物争留了下来 也坐实了 他还没有找到黄金的地点 那我派大王小六 多加巡逻 多走一走 可是大王小六 如果应付一些 小偷小摸之人还可以 一旦对方是有备而来的 很有可能他们自己就舍进去了 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人呀 你说什么 什么什么 你刚刚说 对呀 我没有 你有 你 你是情不自禁 这 可是心动的征兆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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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用我们前两次 情不自禁实验成功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第三次实验了 这什么什么情不自禁 你别胡说八道 什么时候跟你情不自禁了 画本子里都说了 爱囊使人有飘飘然的感觉 就像采葬云朵上一样 对对对 我每次见如意姑娘 我都是硬直不住的 小碎夫 真的啊 真的 你那是会轻功啊 纯属无稽之谈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怎么能用惯用套路 来讨论每个人的情感呢 可是古今千万人的诗词 都是这么写的 谈了爱就这个样子了 古今千万人这样 我也不这样 那你就不能为了我 这样一下吗 为了你 老爷 我不跟你说 这人家说得也没错啊 干嘛搞得一副样子 别跟这瞎起哄啊 如意姑娘 掌柜的 这事怎么了 生意场子泡汤 娘子又和别人好上了 掌柜的对不起啊 是我误了楼里的生意 人事无骨杂粮 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 这个月的月钱 就当做是我的赔偿吧 白呀 你诸葛我 什么时候缺这点钱啊 爱如意姑娘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说 你们女子 当真不念旧情 我与娘子相识在先 打小就一起长大 你说这感情 她也得讲先来后道吧 是不是 感情这事由不得人 更由不得道理 掌柜的近人事听天命 无愧于心便好 说得对 近人事 娘子一定是被 唐飞龙一时所迷惑 肯定会后悔 没有投入我的怀抱 后悔去吧 那我是不是应该提醒提醒她呀 如意姑娘 帮我个忙如何 如意姑娘 你眼光好 快替我挑一个礼物给我娘子 让唐飞龙也看看 八辈子都买不起的首饰 长什么样子 有疾有欲 为其逼人 惹惹 我亲自挑选的 太俗气了 你让我找到 这是 虹宝石 发占 当今世上 只有两只 一只 在皇后娘娘手里 另外一只 就是我这 这是我爹 当年替皇后找弟弟时候受的封赏的 皇后弟弟如今还没有找到吗 没有 哪那么容易啊 找了都十几年了 据说呀 是皇后和她弟弟一同外出游玩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让这个小孩给跑了 皇后那是伤心欲绝啊 当今圣上心疼咱皇后 调放了大量的功力 把荆州翻了个遍也没找着 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找不到无非也就两种结果 要么是死了 要么就是被别人给藏起来 还管他呢 反正又不是我弟弟 说到弟弟 我娘子倒是有个弟弟 我也应该给我娘子的弟弟准备一份礼物 好让他在娘子面前替我说些好话 谭师爷 他也有个弟弟 是 有个弟弟 不过他这个弟弟不是亲生的 但是他俩比亲姐俩还亲呢 你想 娘子 逃婚 都不枉把这个弟弟带上 来 送这个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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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姑娘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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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小气了吧 这也 谭师爷不同于其他女子 不惜装扮 越是简单的款式 反而越合选他 这是 感谢观看